好,我简单快速讲一下 就是这一题呢 我们已经 它有一个画面都已经帮你备好 就是有一个Amy Text的Sight Button 以及List View 可是这个List View 因为它到时候程式 它是希望呈现的结果是 到时候再 打了字 我按AID 之后可以在这个地方呈现 但是呢 到时候我可以去选 一个 我这边的List View能够选取 选了之后资料会上来 我可以做Update跟Delete 所以呢 一般的List View是不能弄的 所以呢 它这个程式也帮你产生了一个 另外一个layout 叫做List.xml 那这个List.xml呢 它去抓了一个 圆键叫做 Checked Text View 它已经帮你抓好了 而且名字都命好 所以呢 我们的程式很简单 刚才已经有写过的部分呢 就是 主要 这边的程式 这边是我们写自己加的 对不对 我们自己加的 其他的都程式都已经帮你写好了 包括宣告连接 然后呢 甚至后面两个buttons 就是先Disable掉 然后呢 这个建立 建立的那个SQL指令 建立资料表的SQL指令 它都帮你写好了 所以呢 我们要做的动作是 开启资料铺 执行SQL指令 接下来就是 宣告把查询的结果丢给课程 然后呢 另外 adaptor的部分 它程式也帮你做好了 我们唯一要写的就是 把adaptor 套用在listview上头去 OK 这是刚才的写的部分 所以 刚才我们第一步写了三行 跟这里的一行 最终我们有四行写了 好 那刚才呢 因为我们看到浏览的结果可以这样 那我第一个想要做的是 我新增之后这边可以新增一笔 好不好 我希望是先做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新增就是 Bot01 因为Bot01 它连结的是新增 Bot01它也帮你做好了监听 而且监听里面 它也帮你写了一小段程式 这个程式是什么呢 它判断 Bot01 Bot01 新增 如果不是空的 我就要新增 而且这个新增它帮你 去付交易的副程式 但这个副程式是要自己写的 它丢什么东西过去呢 就丢你上面的Text View MD Text里面的那个值 它丢进去 要让你做新增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画到底下来 新增的程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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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这边 接下来要准备写了 新增的程式怎么写呢 我看一下它刚才是写到了 它已经传过来这个东西了 所以呢 新增Insert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 直接是DB 本来照理说直接是DB Insert 对不对 Insert的资料 可是你看 DB这边 看一下 DB为什么 还没有 DB.Insert 可是我这边为什么会没有提示的 我是不是又漏掉什么东西了 Insert进来之后 有时候真的太长了都有时候会忘记 对不起我看一下 啊 啊 啊 insert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起 insert 别忘记 刚才我们讲到insert 要设设设计 好甜蜜 当然如果你真的要用Sequel指令 insert也是可以 如果你真的偷懒的话 但是我跟各位讲 各位看一下上面 他的宣告 他的宣告 content value 他居然没有 OK 没关系 那个什么 我还是用content value 因为他的程式 就是希望你用content value来写 好 content value 所以我宣告一个content value 然后呢 接下来 cb.put OK 然后呢 第1个栏位 第1个栏位我们是因为 auto increment 记得吗 自动新增 所以我们不要加 我们只要加第2个就可以了 然后值是什么呢 值是他pass过来的 这一个 text 他刚才呼叫这个insert副程式 把你pass过来 OK 所以这时候才开始 db 点insert 可是为什么这边还是没有提示的呢 db难道刚才没有 我没有讯告到 啊 对对对对对 谢谢你 谢谢你 因为我把他宣告很好 我这个把他宣告成区域别墅 所以呢 那有一种做法就是 但是cursor都在里头的话 也是会变成那个 所以你可以把这三个 可是他三个 他是宣告在里头的 照理说 他这里 我看一下他 他这里 可是他这里有 对不起 我不要用db 我不能用db 他这边已经帮你设了一个 我们直接用就好 所以这边也不用宣 也不用宣告 对不起 等一下请各位改了 因为他已经帮你宣告好了 database 这边要用database 不能用db 这边也是一样 对不起 好 所以大概要请各位改一下 好 这边都要是db 因为database 因为他程式这边已经帮你宣告在 等于说外部了 已经帮你设定 database 所以请各位等一下 不要用db 用database 所以这样子这边才可以用 对不起 好,点 然后呢 execute SQL 我们要做新增 不是 但是他不是用 对不起 是要用 那个 insert 对不起 好 insert 然后呢 table名称 这里 就不用了 这里就是no 然后呢 这边要放 content value 丢下去 其实 这样子 三笔 三笔完之后 但是要跟各位讲 你插完记录之后 这个是你的资料库 后端资料库 真的有形成的 但是问题是 还有一个前面的界面 没有更新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这边要去针对 那个 那个什么 distribute 我们要去针对cursor 针对cursor去做一个reply 重新插取 ok 所以insert里面 我在复习的时候 做了content value 学到的content value 然后把第二个栏位塞进去 然后呢 再来就是Database做音测的动作 table nual cb 然后再来 cursor reply 重新插取 所以看一下 我这边就直接 先暂时不让各位练习 我都是做完了之后 我们执行一下 好不好 先让我执行一下 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呢 我这边是abc 然后我按 add 诶 诶 我又错掉了什么东西 应该是没有错了 基本上是content value cb 蛤 痊 痊 痊愈变出的问题 痊愈变出的问题 喔 cursor的话 我看一下cursor它有没有 诶 它有宣告cursor了 所以我这个cursor拿掉 对不起 谢谢 所以cursor宣告拿掉 你不要那个宣告的 你直接用就好了 所以呢 ok 谢谢 有时候真的写程式 当局者 各位在旁边看我操作的时候 所以其实还是有新增进去 比如说 pef 新增 好 有没有 一笔笔就新增进去 但是 我要跟各位讲一个很特别的要点 你看啊 我现在设空白 我按add 照理说是add不进去 可是各位看一下 我add了之后 再add 有没有发觉 一条线一条线一直出来 这时候我如果再去按 add 诶 中间空的为什么新增进去了 我跟各位讲 这个也是审查的重点 很多人会漏掉这个 刚才在button1 点click 在这边不是已经 照理说这边有口罐啊 啊 为什么还是这样子 跟各位讲 小动作 你要先 get text 完之后 要 点 to street 才去点 一扩 这样就不会了 来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记住 其实等一下 update 这里也是要 除了delete 没有 别忘记 update 这个地方也要 get text 点to street 然后再去一扩 这个双印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自行接触 比如说呢 你看我现在直接空白的 add 有没有在跑出底线 没有了吗 比如说我再继续 一一 做什么 ok 有没有一一就新增进去了 有没有 好 接下来呢 我就直接去写了 接下来呢 是 我应该是先去点资料 我应该是去点这样一笔记录 点 点了之后 它马上产生出来了 有没有 它这个亮起来 它已经帮你做到这个动作了 但是呢 还有一个东西是 你点了之后 你的资料要带上去 你点了之后 你的资料要带上去 好 所以呢 这个发生是在 item的部分 这里 list view set on item click list ok 所以呢 这个地方 我们要做什么动作呢 首先你点了之后 你要把cursor 然后呢 移到那个 那个位置上去 就是那个指标 你要移到那笔记录上去 所以 move to position 哪一个呢 哪一个位置呢 就是这个位置 up to的位置 就是因为你点了之后 它会回传到这个up to 然后呢 你现在只要移到 把那个游标 移到那个位置上去 然后 接下来呢 你当然 这个底线ID 你要去设一下 因为底线ID 这边有设设计 这边有设计的 int 底线ID 代表你现在位置是在哪里 OK 所以底线ID 你要把那个抓到的字给它 所以呢 就是cursor 点 取得 它是整数 get int 整数 然后底级的 栏位 所以 这个东西呢 我们因为cursor呢 就是 我们刚才table是有两个栏位 有两个栏位 所以呢 现在你的指标已经移到那笔记录上号 两个栏位 第一个栏位的所以指是 第二个栏位的所以指是 1 1次的一个 所以我们要先把那个ID 装出来 OK 然后呢 接下来同时 我们还要再去把 那个AD text 01 里面的 资料 设定进去 设定什么呢 就是cursor 里面的 get 我要get 第二个栏位是 因为是字串 所以我要把字串抓出来 那它是 所以指是第几个 第一个 第二 我刚才讲过 第一个栏位 所以指是1 第二个栏位 所以指是1 OK 所以 你点了那笔记录 主要加的是这三个栏位 所以简单的 我先让RUN一次 到这里先RUN一次 好 别忘记 这个 这个ID 为什么要设定 好像到这里没有作用 这是因为牵扯到到时候 因为你要做 update 或删除 你要等去这个 底线ID是多少 OK 了解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RUN的结果 比如说 我按这个 有没有 就会出来 就会出来 对不对 OK 好 接下来 既然选出来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做更新 更新的话 来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宣告一个字串 叫做惠儿的字串 这个惠儿字串呢 是你要去判断 另外 Fear02 这个栏位 Fear01 对不起 这个栏位值 要 等于什么值 简单的讲 我把它放开一点 给各位看 这简单的讲 是说 我现在要把 因为update 跟delete 都有判断 实际忘记了 它通常 我们的正确指令是 惠儿 底线ID 等于多少值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 惠儿 就是惠儿 什么栏位 等于什么值 OK 先弄出来 OK 好 然后呢 其实 我如果 我要简单 我都可以不要问好 好 我直接这边是 加上 ID 就好 这样了解 因为它有pass ID 来给我 我直接这样子 ID就好 OK 好 那接下来呢 一樣 content value 要射出来 好 cv 等于 new 一个 content value 好 content value 然后呢 我要放什么呢 一樣 cv i.put 然后呢 哪一个栏位 第二个栏位 要改成 它传过来的我这个字 所以是task ok 然后呢 接下来 就是 database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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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是table 第二个是content value 接下来 惠儿判断式 这个 接下来是 有没有参数 所以我这边 update 第一个table table name 第二个 value 是content value 惠儿判断式 就是这个 惠儿 ok 有没有参数 有没有参数 现在如果没有加5以后 后面这个参数就是5了 这样就ok了 然后呢 更新完了 别忘记 最后一个 还要的是 cursor 要去做一个requery 重新查询 ok 所以呢 别忘记 我来看一下 就是 这个字串 我这边稍微改一下 假设 如果你今天不是这样子写 你后面写的是 等于 问号 那这里ID就不要了 这里就不要了 好 ok 那这里的 会有 这里的 你就要改成什么呢 这里就要改成 new 一个什么 string 的值 然后呢 底下 后面这就是要放什么 放 它传来的ID 那可能要把tostree 好 它可以直接修正 诶 诶 啊 等一下 他对不起我注意到了 因为他这边是integer 所以呢 对不起 这边就要是 integer.toStream 然后后面才是ID OK 你就要这样子写 如果你是问号的话 后面就这样写 可以吗 来刚才我来看一下update自己的结果 他 带上来之后 我先去改 比如说DEF 1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update 有没有 就更新了 好 然后呢 update忘记哦 一样的问题是 这个地方 因为你update的时候 也有人 也有可能 给各位看 你update的时候 比如说点它 有可能我把它移情要空白了 这时候啊 update 它就给我空的更新了 所以别忘记哦 update这个地方 然后 gaintext点 这边也请把它加个 toStream 然后再点 一块 这样子才不会 好 所以这个我先等一下再执行 接下来最后就是delete delete其实也还蛮简单的 delete呢 其实只是update这部分 你只要省略content value 的部分 然后后面这一个 update 差不多就完成了 所以我直接用手写的 Stream 好 会儿子句 等于 fill 01 然后呢 串上 比如说等于问号 我就用等于问号的ID 各位仔细 看看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直接database 然后点delete 第一个是table名称 第二个是会儿子句 会儿子句就是会儿 那因为我们的会儿子句 刚才有问号 有问号 所以这原本是neur 这里的话就是类似像这个字眼 一样 newStream 好 然后呢 integer 点toStream 然后里面是ID 就必须要这样子写 然后呢 写完了之后 一样 别忘记 最后一行 请把它夹上 cursor 点requery 哦 分号 好 所以 这样子 才完整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字 好 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点它 delete 有没有 就可以删除了 ok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新 那个什么 修改 比如说111 我这时候特地把它 删除到没有 update update 有没有 它不会变 所以我只要 这时候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加入1 然后update 这时候 人情会更多 所以 整个完整程式 这些部分 到时候我也会把这个画面抓下来给各位 好 这就是有新增的几个部分 还有特别要注意的 像这个什么tostream的这个 要注意的 要加的 我都把它特别的翻版 好不好 让各位可以到时候可以看 那这个录影 我就录影到这 各位可以把录影的仔细 仔细的好好看清楚 好不好 好 对不起 不用耽误各位的时间了 我们先到这个地方